大家好,我是福代儀醫師 今天先跟大家講解一下 什麼是顴骨內推 這個話題目前在網路上還有現場 有非常多客人的詢問 我們就來用實際的這個圖片 來跟大家講解一下 何為顴骨內推 顴骨內推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骨頭是截斷 然後把這個顴骨弓往內推進去 那我們這個截斷的方式 一般來說有兩種 我們比較早以前傳統的方式 我們叫做I型 那I型顧名思義呢 它就是切一個條狀的部分 那它是這樣子切 這個是直接切一塊條狀 所以我們叫做I型 這個地方呢 全部都把它削掉 然後外面這一塊呢 直接往內推進來固定住 這個我們叫做I型 那我們接下來講解L型的部分 L型其實是我們現在比較流行 而且比較常用的方式 那我們L型是怎麼切呢 顧名思義 它就是切成一個L型 那它有一個長邊跟一個短邊 我們一般切掉的部分是這個長邊 這一塊呢全部切掉 切掉之後外面這一塊呢 就沿著這個L型的短邊 往上移動固定住 那這樣子 L型比起I型有什麼好處呢 第一個L型的這個切法 它移動的方向是稍微往上 所以有提拉臉頰的作用 第二是它比較好固定 固定起來的時候會比較牢固 因為它前面是一個L型 直接推上來就會卡住 所以固定的時候會非常的牢固 那直接把骨頭推上來 當然這個切法是比較直接了當 但是呢 它有時候固定的時候不太容易 而且它因為它太遠端了 有時候切的量比較沒有辦法切很多 那L型的部分呢 我們切的是比較近來的骨頭 所以事實上切的量可以切得比較多 那第二是它的這個L型的這個角度比較大 它的往上推的這個角度會比較多 那第三個最重要的優點是 它這個是一個L型 這個骨頭還留著 所以在固定的時候 會沿著這個骨頭的軌道往上推 剛好卡在這個L型的這個尖端 固定的這個角度跟接觸度會非常的牢固 那重上所述呢 一般我們大部分情況之下 還是切L型 因為L型的優點比較多 而且固定的比較牢固 當然實際上我們會怎麼切 還是會看客人骨頭的樣子 還有客人的需求來做 適當的這個評估跟選擇 膠骨當然要注意不能夠上到 我們這個顏面重要的構造 那我們在上膠的時候 因為我們切的範圍其實是非常靠近眼睛 所以呢我們離這個眼眶骨呢 還是需要一點安全的距離 那第二是裡面有一條神經 我們離它還是要有一點距離 不過這個神經一般距離比較遠 不是我們切削的重點 一般我們比較注意的是不要傷到這個眼睛 那我們在切的時候 內側的這一條切線 距離眼眶骨還是要留下安全的距離 不然容易導致眼眶骨骨折 甚至導致眼球的受傷 那在外側的這一條切割線呢 如果我們切的太外側 這個骨頭會太小 我們會沒有辦法固定 所以呢 我們骨頭也要留下足夠的寬度 內側要安全 外側要足夠骨頭固定 這樣子我們 才能安全的切掉 這一條骨頭 做這個全骨的內腿 我們在做上膠的時候 尾端全骨弓打斷的地方呢 有一些要注意的事情 那我們全骨弓基本上切斷的地方呢 是在這個逆耳關節的前面這裡 我們必須注意到就是 這個就是我們的逆耳關節 是我們咀嚼的時候非常重要的構造 我們這個切斷的時候 不能夠太靠近逆耳關節 不然會導致這個關節的受傷 我們在做什麼事 是我們來就想承認 我們想承認 我們在這個之後 我們得到這個程序 我們知道我們 這個能力的東西 感谢观看